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是因为精神医学专业的背景 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 也包括跟同志族群的朋友 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其实同志不是疾病 同志也不需要治疗 那同志应该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基本人权 包括像是婚姻权跟生养权 那这是以我的专业背景 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的 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一个人真实的现身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让社会大众能够看到活生生的同志 其实就不会活在那种想象当中的恐惧 也不会产生对应那种没有逻辑的歧视 如果能够多认识自己身旁的亲友 其实到处都是同志 能够了解他一个人的基本价值 其实就不会讲出那一种 我尊重你 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结婚 或者讲说 我尊重你 我关心你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改过来 这一种似是而非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身 其实是有蛮重要的一个目的 医院里面相处的过程之中呢 觉得对性别比较有疑虑的问题是 会常常有人询问我 为什么不结婚 或者同事在聊天的时候 常常会言语就有一点在 歧视不同性向的人 这是让我上次比较大困扰的地方 那今天517国际反恐龙日 对我来说的意义是 必须让社会看到 其实同志是存在在你身旁的地方 其实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同志 其实他们的职业跟同志一点都没有关联 那也请大家要正视 同志其实就在你身边 请不要随便默示他们的存在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鄙视的眼光看到他们 其实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看成一样的人 今天是国际反恐同志 那之所以会有这个节日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整个社会上其实对于同志有歧视 或者是说对于同志有暴力 其实都是因为对于同志的不了解 对那所以我们为了要消除这个恐惧 就是社会上恐惧有同志的存在 其实同志又不是暴力分子 也不是武装分子 其实社会没有需要这么的害怕嘛 那为什么社会会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基于不了解 对所以国际反恐同日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反歧视跟反暴力 对于宗教界来说 我想很普遍的就是台湾的宗教界 对于同志的这一个部分 还是非常的保守 但保守的一部分 当然可能追溯到基督教会 对于同志的一个不接纳跟不认同 因为他们认为同志的性行为是一个罪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另一个部分是让更多台湾的社会界 跟教会界了解到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也有接纳同志的身份 也有同志的牧师的存在 那另一个部分我想也是参与在这个部分 可以让更多的同志朋友们 或者让更多的同志基督徒了解 同志的生命是可以跟基督徒的身份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并不会因此而必然的要互相的重复 过去其实也许有一些同志是没有办法直接站出来的 所以可能是用影展啊 画展的方式 可能是用一个艺术的表现 那我们觉得台湾啊 其实走到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同志可以愿意站出来 用正面的方式告诉我们社会上的人说 大家我们是同志 然后其实我们是什么职业的人 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号召大家用初会的方式来反共同 因为我们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社会上之所以也会害怕同性恋的存在 是因为不认识 大家看到同志的时候 只看到社会新闻上面的同志 或者只看到数字 同志好像只有一趴吧 或者是什么样的数字 根本就不知道同志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让同志在生活当中 因为有了一些异性恋预设的文化 那什么是异性恋预设的文化 那就像是今天我们正面遇到一个人 我们就是直接一上 哦你是男生 然后就会说 哎那你有没有女朋友 哦你有没有老婆 好像整个社会就会认为说 你看到一个男生 你就觉得他 他应该是跟女生在一起 看到一个女生 你就觉得他是爱男生 然后就要急着帮他介绍男朋友 可是这一个东西 这样子的文化对于同志来说 其实都是把大家推入柜子里 嗯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360行 行行出同志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 哎同志其实是存在我们社会哦 而且他们就在各行各业里 大家只要去上班 可能你的身边的同事 可能就是同志 你不要预设大家其实是异性恋 因为这对同志来说 那就是不友善的环境 因为我相信出柜绝对在这个年代当中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都要经历过很多的历程 所以今天虽然有很多朋友 已经在这边能够公开出柜照相 接受媒体采访 可是还是有许多同志 基于种种压力 所以在生活当中 甚至没有太多的亲朋好友 能够谈这件事情 那其实随着时代的开放 其实我会希望大家 能够渐渐的还是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或者比较熟悉的一些好友 来讲这些事情 心理上才能够得到支持 那也可以去多去搜寻一些网络资料 或者是像是从很多的同事友善团体 包括像从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 得到一些资源 让自己更有自信 不然其实生活当中 不管是遇到感情上 或家庭上的很多议题 如果自己一直反复在那边跳不出来 其实会生活得相当辛苦 所以对外能够寻找资源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午夜十几 午夜十几 初会白头头 初会白头头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